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Philic Channel 我是辉立资本管理的Portfolio Manager 佐佐 今天首先会和大家简短提一提近期的市况 然后会再和大家讨论一只股票 中港核电力1816的投资价值 投资者看回近期的市况发展 其实不难发现未来不论欧美或者内地和香港 都会面对不同的潜在风险 当中包括俄罗斯和希腊的相关问题 油价会否进一步下跌 内地经济放缓 以及内地监管部门 近日再次查证券业务的融资 即是孖展业务的发展 以及收紧散营信托这个去干干的过程 亦都多少影响了市场的气氛 还有留意上证指数 近期多次尝试升穿近年的高位 亦都不过 大市其实有机会先行调整 虽然港股近期的走势 并不能算得上弱 只不过近日始终在结算前后 会否因为结算因素 令港股暂时站稳这个位置 亦都需要留意 只不过如果以中线来说 欧央行将会进行这个良宽的措施 以及内地持续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 甚至有一批的说法 是觉得内地似乎是想令到资金投入这个股票市场 又或者尝试令到内地的股票价格 有所上升来制造这个财富效应 假如是这些说法都是熟实的话 其实整体而言中港市场 其实或者环球都应该会是利好的 只不过因为刚才曾经提及的各种风险 今天刚才结算之后的一天 投资者其实不妨可以多看两三天 才做投资决定 然后会再提一提上一次的Fillit Channel 在14日曾经提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16这个汇价来到Guyen来买美元 假如做了相关的期货 近期的汇率介乎在118左右 投资者可以也有一个不错的利润 可以视乎个人的风险取态 看看是继续持住淡仓 或者先行平仓指赚的 最后会和大家提一提中 中港核电力1816这只股票 之前在11月21日曾经提及 这只股票将会上市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发展 如果有认购其实也算是赚到一些 近期股价曾经跌到3.05这些位置 投资者不妨考虑一下 在3元附近马入 当中其实有几个利好的因素 利好的因素就包括 中国近期积极推广一带一路的措施 其实它是希望将一些基建 或者核电方面剩余的产能 或者它们的相当技术 输出去在亚洲周边的地区 另外市场传言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也可能会合并 假如是熟实的话 似乎内地是有心将内地的核电产业 尝试做大做强 这几方面也会有利内地核电公司的发展 相对来说核电的发电成本低 和内地也有这个技术的优势 它在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 和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这只股票近期也入了 富士的环球指数 除了MSI的中国指数等等 市场对它也会有一定的注意 只不过投资者也要留意 内地近年经济放缓 在2014年的发电增长 是稍为减慢了 和这个股票的PE也绝对不算低 暂时的预测PE 也有大约21.6倍 所以就算股价回到3元附近的低位 只会建议大家分段买入 先行买入第一柱 假如真的跌穿了 才视乎市况 找机会再买入第二柱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Philip Channel 以上纯述个人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欧兰建为政监会的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之前 本人以及联系者 并无持有所提及证券的 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多谢收看